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现在川普他说问了根据媒体的报道 川普也问新边的人要不要考虑让尼克哈利来作为副总统的选的副手 但是首先出来反对的话是川普的儿子 他川普的儿子马上的话就跟他爸爸说 你选谁都好 但是千万不要选尼克哈利海利作为你的副手 当然其他的几个人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说尤其是川普新边的这几个人 包括Steve Bannon还有其他的几个重大的谋士 他就说尼克哈利他曾经出卖过你 然后现在也在不断的攻击你 你选他做副手 基本上的话会得罪 我们也不会支持你这样子做的 因为尼克哈利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的时候 他就不是支持川普是支持这个Rubio Mario 在Marco Rubio这个选了之后 后来在2016年川普还是不计较哈利支持他的对手 还是提名让他让这个前州长出任了这个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 在大使之间他只待了两年 后来他在1月6号这个事件之后 哈利完全就跟川普的话这个划清界限 那时候他说他也是说 川普会被因为J6的案件会被写入历史 而这历史对他是不光彩的 同时后来他也是在208并且公开场合说 川普曾经是他的老板 以后只要川普竞选连任 他不会出来竞选这个总统的 当然在这个市场辩论会 哈利他也是批评川普 还有这个外交政策方面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新编的人 包括这个川普的大儿子 他跟Newsmax他说他会想方设法让他爸爸知道的话 这个哈利是不是一个副总统的好人选 当然川普的支持者 特克卡尔森他在这个他也是在自己的这个播客里面 他也讲告他会他会全力反对川普选海利作为副手的 当然Roger Stone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他Roger Stone是为川普而愿意坐牢的 还有新编的几个这个重要的人士 都是说你选谁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选海利作为副手 当然这个那么大的副生 川普的话 他有可能是放出一个试探的气球 问问新编的其他几个人要不要考虑到海利 所以看样子的话 从家人到说所有的坚强的蛮友都是反对海利作为副手 我相信川普不会考虑 当然川普在过这个在日期间也放出了在他的社交平台 也放出了这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圣诞的一个故事 你们看一下 讲这个画面的 他就是现在阿肯索的州长 Sella Sanders 他在之前叫Sella Huckby 也是前阿肯索州长的女儿 他当时在2018年担任川普总统白宫的新闻秘书 他在2018年陪同川普 以后在圣诞节前夕的局势晚上 在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一组白宫的人 以后冒着黑热 以后这飞机降落在伊拉克 里边所有的军事机场 灯全部是关下来的 以后当然也会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来到了伊拉克的美军之居地 在里边有成千名士兵在等候着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谁会来 Sella是讲到这个故事 我们继续听一下子 所以当时他们等候的士兵不知道是谁 当然他当知道看到川普 还有夫人走进了饭堂里边 全场轰动大家鼓掌 这次就是川普为了感激 我们为美国自由牺牲的士兵 他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以后带着团队来慰问士兵 所以其中在最后有个士兵高喊 他说总统先生就是因为你 我重新登记加进了军队 重新当兵了 川普说儿子 所以我为什么非来跟你们见面 这个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 可以看得出川普 他为了国家做了很大的牺牲 当然川普在节日期间 他也没有闲下来 在过去这几天 他所发的推文 都是评级 科罗拉多州的这些决定 科罗拉多州 他依据联邦 这个所谓的第一 第十四受证案 说如果你参加半乱 你就不具备竞选总统的资格 做出这个裁决 川普在这个星期 有可能最晚是下个星期 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因为现在加州 纽约州 还有其他州正在准备 模仿科罗拉多州 想办法将川普的资格排除 当然现在基本上 他川普目前可以看得出 共和党有可能很多 跟川普意见不同的 这名名叫做 Chris Christie 前New Jersey的州长 一长期以来 他是批评川普的 以后在他自己竞选总统 这个出任的 他就是说 我之所以要竞选美国的总统 就是不想让川普连任 所以Chris Christie 他在很奇怪 他自己也批评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并且川普在他的推文里边 也是转发了Chris Christie 他说Chris Christie 他说我对川普 我是不希望他竞选连任 但是的话 我们要剥夺一个总统候选人参选的资格 这个是法院的决定 这个是不对的 要不要选出来总统 应该要选民的决定 而不是几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来阻止民众的选择 来剥夺一个候选人的资格 从这个部分 川普的话 也是转发了Chris Christie 他的政敌上面的推文 所以可以看得出从目前来说 所以为什么华行顿邮报说 科罗拉多州 这个裁决给川普了一个很好的礼物 让川普的共和党人士 不管是支持他的 还反对他的都团结起来 就是觉得民主党在玩把戏 这些民主党州长所任命的法官 想办法剥夺选民投票的权利 也是想办法 想方设法一切 来阻止川普重返白宫 当然这个 所以另外方面 最高法院今天不是最高法院 是上述法院 在地球存回法院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裁决 这名名叫做 Jeff Fortenberry的国会议员 是属于民主党的 他在2020年的时候 被联邦政府起诉 并且的话 最后陪审团做出的裁决 以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国会 这名名叫做 Jeff Fortenberry的 他是阿波拉斯卡 阿波拉斯卡的共和党议员 他在2016年 他就支持川普竞选的 在后来他也是顺利连任 川普也是支持他的 后来在2016年选举期间 他飞到洛汉基 在Granddale家里边 一个支持者的家 召开了一个筹款会 在2016年那场筹款会里边 有一名来自 这个黎巴嫩 不是美国公民的人士 帮他筹办了 这个一个筹款会 一共筹到了三万两千块钱的筹款 所以那时候发现 2018年 有人说 他的支持者在Granddale内 这个人不是美国公民 他是借人头来开始筹款的 当然 线报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县民污点证人 被在联邦政府的操纵之下 打了电话 给了这个国会议员 跟国会议员说 欢迎你下次再来Granddale来筹款 我们会想办法 会找人头帮你找到钱 但是真正幕后的金主 我们都是卖他的面子 来帮你筹款的 所以这通电话 已经是被联邦政府掌握 后来在2020年 他们展开调查的时候 他就是 当时这个国会议员 他要竞选连任 探员 他飞到纳巴斯卡去 就开始问他话 在他律师的陪同之下 其实那时候 联邦已经掌控了 他这个录音带 他这名污点证人 已经跟他讲 这位富豪 他不是美国公民 但是他可以找人头 帮你来捐款 你愿不愿意再来办一次筹款会 所以当时探员 问这位国会议员 你知不知道 幕后帮你筹款的这些人 是不具备美国公民的 他说我不知道 没想到联邦探员已经掌握了这通电话 后来在2020年 在洛杉矶地方 他指控控告 这个纳巴斯卡的国会议员 说你向联邦探员提供不实的证识 很奇怪 在州法 警察可以撒谎 但是你不能撒谎 联邦政府更是 你要向联邦的探员 移民局官员 税务官员 还有FBI探员 他可以撒谎 我们有证据 我们有证人 但是你不能撒谎 这位国会议员 他不知道 已经有污点证人 将他们的对话录下来 这个污点证人 已经跟这个国会议员谈好了 已经讲明白 他不是美国公民 他不能够亲自捐款 他可以找朋友 来帮你来捐款 所以这个部分 虽然没有办法证实 这些捐钱的人 后面这个外国人士 黎巴嫩人士 有没有补钱给他 这种借人头 当然是违反的法规 所以但是要证实 违反联邦的选举法 非常困难 但是起诉他 骗我们联邦探员 太容易了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 后来他被起诉 起诉 然后上诉到春会法院 春会法院是第九春会法院 在以前在川普之前 春会法院在家 整个美国的上诉法院里面 是最自由派的 后来川普任命了六名保守派的法官 所以现在的话是十一个法官里面六名是属于保守派 五名是属于自由派的 没想到今天他做这个裁决 裁决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上律师上诉的话 就是说你说这个事情发生是在Grandial 南加州的一个城市 但是他说你并没有指控他 这个筹款的话是违反选举法的 而你现在指控他 指控这个国会议员 是因为他向联邦探员 谈话的时候没有讲实话 但是这个探员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是你们罗汉基的探员飞到纳布拉斯卡去 所以当时违法的事情是在纳布拉斯卡这个州 要起诉你应该是到纳布拉斯卡的法院里面起诉 而不应该在罗汉基法院里面起诉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最高法院里面 这个村会法院里面提到 他说你要起诉的话很重要按照讲究这个程序 联邦法规是以犯罪所发地 这个地区作为起诉的 那如果你打破这个规矩 你可以挑选择不同样的地方来起诉 那基本上那个规则 这个法院的规则就被打破了 所以的话最高这个村会法院是以这个 起诉地不当这个理由 这个推翻了这位Jeff Fortenberry的一个起诉 他认为起诉不当 你选择地方不当 而撤销了对他的指控 当然司法部有可能会在 乃巴拉斯卡这个地方提出起诉 当然现在武器 如果他是一个民主党的议员 我相信他会被起 不会被起诉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悲的地方 在过去几年 在过去几年司法部要起诉 他往往是挑选有一些政治影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说他要一定要赢 才能够将司法归属一个独立的 不会被政党所利用 为对付竞争这个对手党的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这个也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经常会接到的话 就是在squatting 所以说Marjorie Taylor Greene 我们大家知道 他是极右派的分子 他也是极端的川普的支持者 他四处为川普 为保守派的声援 也成为左派的对象 在过Christmas的时候 警察就收到了一通 来自纽约打来的电话 打来电话 他就说 我们住在乔治亚这个州 这个地址 我们现在我知道的话 里边的人已经老公 已经将老婆要杀死了 他现在有可能自杀 以后叫警察过去 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welfare check 去看一下 这个人有没有办法 能够赶紧过去帮忙 那这个其实 他给的地址 就是Marjorie Greene 他家里的地址 还好警察没有上当 这是他别人方报他的地址 叫来警察 这种的话 这个叫Squatting Squatting的话就是 Squat 就是Special Weapon 这个特 这个专案组 这个特别武器的 这个特别武器 他们这样做 就是常常引诱警察上门 有人被杀死 他要自杀 所以警察的话 派了特警队过来 然后一发现的话里边有动静 有可能他可能要向警察开枪 或者是这个有可能自杀 警察冲进去 Swap Team的话 他们特警队就可以将枪手的话干掉 这种的话就是故意打电话 这个报假案 叫警察的话派员去 在过去几年 我们常常会遇到在华人社区 也出现了很多这种的话 就是大麻雾 竞争对手 以后发现的话 我的竞争对手的重大麻价钱 比我便宜 以后他就故意打电话 去给警察 我们在那边的话 有一个我听到枪声 听到什么声 里边我担心里边的人的话 有这个有枪杀案 或者是家暴案件 叫警察过去看看情况 警察一过冲过去 以后他们里边有动静 冲进去 为什么警察听到这个报案电话 有人开枪打了 以后这些东西的话 警察在emergency情况之下 是不需要屋子的同意 不需要向法院申请烧查令 直接冲到房子里边去 因为冲到房子里边的话 既然没有人开枪 而是发现里边是大麻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就将对手消灭掉 这种话叫Squatting 就是报假案 引诱警察 以后来围绕对方的 来攻击烧查对手 Marjorie Green 在过去一年 有八通这样的电话 别人都是用她的地址 跟她讲 那边的话有枪案 有问题发生 叫警察赶紧过去帮忙救援 Marjorie Green说 警察还好 知道这是她的弟子 没有派 没有螺丝洞众派警察 特警队来包围她家 但是 他说FBI 以后 这个国会的警察 我是国会议员 为什么的话 有那么多八通电话 你们不调查 发现这些人是谁打来的 假电话 报假案 本身就是一项联邦的罪 并且针对是国会议员 保守派的 她说FBI 还有国会的警察 应该采取措施 进行调查 将这些 报假案的人 生之以法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